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今天万代在官网上一口气公布了三款咒术回战SHF的新品消息 首先在今年的12月 咒术回战第一季的咒术高专京都校区的三年级学生东堂奎终于要发售了 这款东堂奎全高约16厘米内容物包括了本体一个五种表情 目前已知的有四种分别是微笑脸、严肃脸、张嘴脸和陶醉脸 三种左替换手型、五种右替换手型 包括了经典的发动术式不易游戏的机长手 还有一个替换的暴凶手臂等可以选择的配件 根据官网介绍这款SHF东堂奎相当注重角色的肌肉造型 为了在线动画中的经典形象 可动也相当的出色 总之是可以期待一下了 SHF东堂奎发售价格为8500日元 约合人民币427元、464港元、1884台币 将会在2023年的12月以通贩的方式发售 紧接着东堂奎在明年1月咒术回战第二季的第一款SHF 五条物咒术高砖也将闪亮登场 玩具全高16厘米配件包含了本体一个五种表情 分别是微笑脸、六眼的说话表情和肾耳战斗中的表情 闭眼笑脸以及淘气表情 不得不说至少新五条物的这个面雕配置上是爆杀了前两款了 其他配件还有三种替换左手、六种替换右手 其中包括了一个附带手机的手型 还有仓和的术式手型 一对模仿插口袋造型的配件 最后还有一个太阳眼镜 可以和面雕组合出多达十种的表情 这款咒术高砖时代的五条物发售价同样为8500日元 约合人民币427元、464港元 1884台币将会在2024年的1月以通贩方式发售 三款新品中的最后一款 是将会在明年2月发售的下游节 咒术高砖 呈高约15.5厘米 比五条物是略低一些 配件包括了本体一个五种表情 分别是平静脸、大笑脸、严肃脸、吃惊脸以及和善的表情 三种左替换手、四种右替换手 同样是包含了一个附带手机的手型 最后是一对还原手插都造型的替换件 虽然有想到以代歌的习惯不太可能有大型的配件 不过以操纵骤灵而闻名的下游节都出了两款了 仍然没有相关的配件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的 根据官网介绍节的高砖制服在还原度和可动上都下了功夫 确保能还原出各种体数造型 以及和好机有五条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合适 这款下游节ISHF官方发售价格和上面两款是完全一样的 8500日元 约合人民币427元、464港元、1884台币 将会在2024年的2月以通贩方式发售 周术回战突然在年末发力连续发售三款新品 对于喜欢这个IP的玩家来说呢 应该是大好消息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了 喜欢、咒术 别忘了订阅、涛光 之后会给大家带来玩具的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